各位学员,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继续学习第三章固定资产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章的核心考点有哪些 作为固定资产这一章 从考试层面来看呢 我们要重点把握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关于固定资产的确认和初始伎俩 所谓固定资产的确认和初始伎俩 其实就是要回答是不是固定资产 如果是固定资产的话 我们该按多少钱入账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核心考点 那么第二个内容呢 是关于固定资产的后续伎俩 当然作为固定资产的后续伎俩啊 主要包括了两大块内容 一块呢,是固定资产的折旧 另外一块是固定资产的后续支出 第三个内容是关于固定资产的处置 其实呢,细心的人已经注意到了 我们这三个核心考点 就把我们整个固定资产的核算流程给概括了 可以说呢,这里边包括了固定资产的初始确认 包括了最后的处置退出 这是一个全流程的核算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本章的考情分析 作为固定资产这一章 是我们驻快考试的基础性章节 应该说呢,这一章通常来讲 单独可以考出客观题来 当然,这一章内容既然是基础性章节 它就可以和相关的内容去组合 去联合在主观题中出现 在单独考核本章时 通常分支能涉及到二到四分 具体的考点 比如说,容易考核固定资产初始成本的确定 也就是,我们认定它是固定资产了 那么该按多少钱入账的问题 这里面包括很多细节问题 你比如说,取得的固定资产那个增值税 能不能寄到固定资产的成本 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关于固定资产的初始确定的问题 当然呢,相关的细节还很多 我们后续慢慢的展开 再如呢,像折旧的计题 到底是什么方法 在计题折旧过程中 他问的是第几年折旧 还是某一功利年度的折旧 这问法不同 可是非常有讲究的 当然作为后续支出呢 分为资本化的后续支出 和费用化的后续支出 它们的处理原则是不同的 固定资产的处置 你别小看处置 我们还分为你是主动出售的处置 还是被动报废的处置 两者的最终做法是截然不同的 这些点呢 都容易在客观题中出现 当然 固定资产这张作为基础性内容 和有关内容结合 在主观题中出现时 特别容易和哪些内容结合呢 你比如说 它容易和投资性房地产结合 在投资性房地产中 如果是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它其实就是比照固定资产来做的 还有像借款费用内容 那么借款费用的资本化问题里面 其中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 就可能包括着一部分固定资产 当然这里边呢 必须强调一点 不是所有的固定资产的借款费用 都有资本化问题 也就是说 如果固定资产 它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时候 它的借款费用也有资本化的问题 这些细节 自然而然的就让固定资产 与借款费用内容联系起来了 特别是呢 在债务重组中 非货币资产交换中 也可以涉及到固定资产问题呀 你比如说 在债务重组中 债务人用固定资产去抵债 你这边把它抵出去 那边就收到了固定资产 这也是可以和债务重组结合的 同样的道理 向非货币资产交换 你这边换出去 那边收到了固定资产 那么像政府补助里的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就可以和固定资产结合起来 像所得税呀 特别是持有代售的 非流动资产问题 它也是可以和固定资产结合的 今天你还自用的一台设备 可以说这是你的固定资产 如果接下来 你准备把这台设备卖掉 在12月31日 还没有真正卖出去之前 它可能就要从固定资产 重分类为持有代售的 非流动资产状态 这样的话呢 固定资产就可以和持有代售 联系在一起 甚至我们说固定资产 还可以和长期股权投资的 权益法联系在一起 有人说这怎么讲呢 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下 投资企业 像被投资单位 别管对方是你的合营企业 还是你的联营单位 假如我们的投资人 直接拿固定资产去投资的话 就是拿固定资产投资 这件事本身 在我们长期股权投资 权益法下 我们都得把它视同是 顺流交易来处理 这里是非常有讲究的 乃至于到了后面的 合并报表中 内部固定资产交易的抵消 仍然可以设计到固定资产 由此看来 固定资产 真的是我们筑块考试 当之无愧的基础中的基础 所以本章内容 虽然知识点比较多 但是我们应该全面的掌握 那么学习本章时呢 建议大家做到三个注意 第一个注意 就是注意固定资产这一章 与有关章节的横向联合 与哪些章节可以联合 我给大家呢 刚才也简单的介绍一下 相关的内容都可以联合的 这叫第一个注意 注意串联 第二个注意呢 注意本章的一些细节问题 你比如说 初始计量的增值税 能不能抵扣的问题 固定资产折旧时 到底用的是什么折旧方法 在折旧过程中 是否需要考虑净残值 折旧过程中 是否发生了减值 如果考虑净残值 并且有减值的话 那个减值也需要 在算你的应题折旧总额时 也要把它减掉的 特别是我们要注意 考题如果问你 某个企业对固定资产的折旧时 你一定要看清楚 这题问的是 哪一年的折旧 还是第几年的折旧 比如说你取得了固定资产 他问你第一年折旧是多少 那就是从取得固定资产的 下月开始算算一年 假如他问你某个功利年度 的折旧是多少 是你可一定要小心一下 这个功利年度 可能和我们那个折旧年度 发生错位 到底怎么一个错位 我们后续详细展开 第三个注意 就是要注意本章的新变化 特别是呢 22年我们教材呢 结合着企业会计则解释 第15号的一个内容 给我们增加一些新的变化 你比如说固定资产 在试运行过程中有了产出 也就是说企业的固定资产 在试运行过程中 有试运行的产品 这个产品本身能够出售 它自身也有成本 这时怎么办 过去呢 我们上了你的产出和成本的 净额直接充减的是 固定资产的成本 那么从22年以后 这事改了 怎么改的呢 如果固定资产 有试运行产出的销售的话 销售时该确认收入 确认收入 这个产出符合存货定义的 应该确认存货 当你把它出售时 应该截转主营业务成本 也就是说 该销售时 该截转成本时 我们都要记住 当期损益 这个新的变化 22年新出现 22年的考试中 就有所设计 我们23年 依然要把这个问题 当作一个重点问题来把握 所以学习固定资产这一章 老师呢 给大家讲了三个注意 一 注意和有关章节的串联 二 注意本章核算全流程的各个细节 三 注意本章近年来的新变化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第一节 固定资产的确认和初始伎量 那么所谓固定资产的确认 其实就是要回答 一项资产是不是固定资产 这件事情有时候在考试时呢 并不直接考大家 但它是我们学习固定资产的基础中的基础 也就是说 退步来讲 连是不是固定资产你都没搞清楚 那后续的事 那就一切都无从说起了 当然 如果你认定它是固定资产了 那你就得对它进行确认 就得入账 你入账的话就得计量 你计量的话就得搞清楚 我们按多少钱计量 这个按多少钱计量的问题 就是固定资产的初始计量问题 好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固定资产的确认 作为固定资产的确认 和有关资产的确认呢 是一样的 应该说呢 满足三个条件才能确认 第一条必须满足固定资产的定义 第二条是 与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第三条是与固定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的计量 这三条同时具备时 我们才能把一项资产作为固定资产确认下来 当然 我们来仔细看一看固定资产的定义 因为在定义里面能够感受到固定资产的特征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什么是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是指 同时具有下列特征的 有形资产 其实一句话就等于锁定了资产中的一部分 大家都知道 如果把资产比作是一个大范围的话 那么资产可以切成有形和无形两大块 而在有形资产中 也未必都是固定资产的 因为存货它也是有形资产呢 没错的 那么在有形资产中如何把固定资产锁定出来呢 所以就给了两个具体的条件 第一条 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的 这句话 有人说 这说的是企业自用 其实也不全面 全是自用 因为还有出租呢 其实这句话他说的是 不是出售 也就是说 这条等于上来就把存货给剔除了 大家仔细撇明一下 他说 这个有形资产是用来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的 说来说去 他就是没说为出售而持有的 大家都知道 若为出售而持有 那将是存货呀 你这不是为出售而持有的 那不就等于在有形资产中把存货剔除了吗 所以说 在固定资产的定义中的第一句话 我们提出了存货 当然在这里边剩下这个 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 这是自己用 经营管理也是自己用 出租呢 是让别人用 这个出租啊 大家一定要清楚 站在出租人这边 我们的租赁可以分成你是经营租赁还是融资租赁 而企业把固定资产 把资产租出去 在你账上依然做固定资产 这指的是经营租赁 并且这指的是经营租赁中的 不能把房屋建筑物租出去 如果你把房屋建筑物租出去了 也就是说你以经营租赁的方式 把你的房屋建筑物租出去的话呢 这个我们后续专门有一章 叫投资性房地产 这里的出租指的是 以经营租赁的方式对外出租的机器设备等 这些依然是你的固定资产 一旦是房屋建筑物的经营出租 那它属于投资性房地产 这个内容我们后续就介绍 这是固定资产 它首先必须是有形的资产 然后有形资产中的不是为出售的 另外呢还强调固定资产要 使用寿命超过一个会计年度 这里的使用寿命超过一个会计年度呢 表明我们说的固定资产 它是非流动的资产 它是一种长期性的资产 而不是流动的资产 这就是固定资产的定义 当满足了固定资产定义 同时符合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成本能够可和计量两个条件时 我们才能把它确认出来 但这里边呢 在强调这两个条件时 还要明确一点 随说这里说 与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 很可能流入企业 这个经济利益的流入呢 它包括了直接流入 也包括了间接流入 什么是直接流入 你比如说企业有一台生产设备 你严瞅着生产设备就为企业在那生产产品 产品卖出去就赚钱了 这显然是一种直接的经济利益流入 对吧 那么假如呢 企业还有一台设备 它不是生产产品的 它是环保用的一个设备 甚至是一种消防的安全设施 你会发现 这种环保设备安全设施 它本身似乎并不能直接为企业生产产品 带来经济利益的流入 但是没有这些消防设施 没有这些安全设备 企业恐怕也不能正常运转 正是因为有这些安全设备的存在 才能得以让企业正常运转下去 由此说来 这些环保设备或者安全设施 虽然不能直接带来经济利益的流入 但它间接的相对而言 也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流入 所以 考试时 要是问大家 企业的安全设备 消防设施 环保设备 算不算固定资产 算不算带来经济利益 答 也算 也就是随便直接带来 但是相对而言 也是带来经济利益的 另外 固定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的计量 一般来讲 从字面来看 就是说你要做固定资产的话 这个固定资产是花多少钱买的这个取得成本是能够确定的 但有的时候也可能不能直接确定 比如说企业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 在期末时 这个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已经达到了预定可使用状态 大家知道 一旦你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达到了预定可使用状态 说明它已经是固定资产 可以做固定资产了 但是 如果随说达到了预定可使用状态 但是尚未办理竣工决算 在没有办理竣工决算的情况下 它的成本是不能够确定的 此时我们能不能说这个成本是可以计量的呢 现在没有竣工决算 没算出总账来 没有成本 能不能说这个固定资产 它是符合成本能够可靠计量这个确认条件呢 答 仍然可以这样说的 比如说老师你说话矛盾 它没有竣工决算 没有算出总成本来 你怎么还能说它是可靠计量呢 没算出来是没算出来 那么能够计量是指能够计量 我们虽然现在不能算出来 但可以在现在对它进行估计 如果你可以合理的估计的话 就算眼下没有算出来 我们依然可以视同它的成本能够可靠的计量 依然可以把它确认着固定资产 这就是后续要给大家讲的 企业在自行建造固定资产过程中 如果期末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但是尚未办的竣工决算 没算出总账 没成本时怎么办 可以暂估入账 并且暂估入账之后 还可以马上齐折就 这事我们到后续还要给大家介绍 那么后续之所以能这样做 这就说明我们这个成本呢 你有成本那是可靠计量 你就算成本没算出来能估计的话 我们也视同你能可靠计量 好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固定资产的初始计量 作为固定资产的初始计量 一个总的原则就是要确定这个固定资产的取得成本 接着我们的确认来说 如果你认定它是固定资产 那接下来你在账上要把它计量下来的话 你就得算算它的取得成本 这个取得成本怎么算呢 从理论上讲 非常好理解 就是企业为构建某项固定资产 在这个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 所发生的一切合理必要的支出 这就是它的取得成本 这就是它的初始成本 有人说老师听你这么一讲啊 我感觉特给力 怎么给力呢 就是这个固定资产 只要没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以前花的钱 那都寄到固定资产成本中去 是不是这样的呢 道理上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还要区分 我们这里说的是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前的一切合理必要 说白了就是你这个钱 是为了让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而发生的 跟它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你才能寄到成本中去 否则就算从时间上看 是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花的钱 你也未必寄到成本中去 我给你举个例子 假如企业 买一台设备 买设备过程中发生的柴旅费 业务招待费 那么你那吃喝 住宿 你能把那钱寄到设备上去吗 当然不能 那么你为了使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而合理的必要之处 它跟那固定资产的状态的改变 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你才能寄到成本中去 那么怎么理解这个事呢 应该说呀 企业取得固定资产的方式不同 我们的取得成本通常计算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就来具体看看 不同方式之下成本如何确定 我们的取得更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